吃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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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地方名單與台中市政府水利局等相關單位 來到茄頭陸會刊 因為銀建署在拓寬道路時 同時施設排水溝 希望能改善這一帶下雨 就容易積水的問題 利益雖好 但居民卻不這麼認為 現在開閉完以後 產生落差 這條巷子裡面的所有住戶 因為按照當時的環境去蓋房子 現在已經 現在隆東跌下去了 下雨的時候 整條巷子都積水了 今天會刊的最大目的 就是要改變 設計這一段水溝 排水溝 因為隆東派出所這一帶 原本地勢就比較低洼 不過銀建署蓋的排水溝 卻比鄰近向道還要高 加上沒有連接到附近的排水系統 因此居民擔心 這新排水溝在大雨來臨時 不僅無法發揮作用 反而容易倒灌進了向道 釀成災害 目前要改善的可能就是 我們這個路口有沒有 這個路口 這個路口的那個 道路側溝溝 要去改善它 看是不是說把它那個 改善它的側溝的一個取體 讓它挖深 降低它的一個 提高它的一個深度 然後排路到我們那個 我們鐵頭路那裡 鐵頭路那裡已經有做的一個什麼的 有做一個那個雨水下水道 經過會刊 市府水利局預計在新水溝 施作集水井 並連接到鄰近文昌路的排水系統 解決淹水問題 而地方也要求銀建署 鐵頭路拓寬工程能夠加緊趕工 讓已經延宕多時的工程能夠盡早完成 記者賴秋風 台中策畢道